什么花在夜间开放还被称为霸王花 花开绚烂 为何它却满面愁匀 它刺茬都发黄 干扁了 乡口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它始料不及 有绚烂 又是什么样的改造方案让农户心有疑虑 预知详情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高手来了 这种在夜间开放的花是火龙果的花 火龙果的花花朵硕大 完全开放时长度在45厘米左右 花冠持径达到25厘米左右 重达600到800克 由于花朵硕大 也被称为大花之王 霸王花等 火龙果的花一般在晚上8点左右开放 第二天早晨8点左右开始凋谢 开放时不但花朵漂亮 而且有着沁人的芳香 除了集聚观赏性外 火龙果的花还可以这样 适量油加热 火龙果花挂上面糊加入锅中 小火炸至金黄 炸至好的火龙果花外酥里嫩 口感爽滑 咸鲜兼备 除此之外 炖 炒 凉拌都是不错的吃法 火龙果的花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花青素 有抗衰老 软化血管的作用 李明生种植了两亩半的火龙果 进入7月 他的火龙果开始逐批成熟 火龙果又称红龙果 龙珠果等 属仙人掌科 多年生 攀原性的多肉植物 主要在我国南方地区栽培 近年来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 这一热带水果也在北方的大棚里安了家 凭借北方昼夜温差大 光照充足的气候优势 火龙果果实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糖分 今年是李明生种植火龙果的第二年 进入结果期一个多月 本应是火红的果子挂满枝头 然而现实却是整棚的火龙果逐渐陷入危机 求助农户李明生 山东省临仪市沸县东盟镇花坡村人 求助问题 火龙果精感尾粘 接到求助后 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妹进行实地走访 李大哥 我看你这边这不长得都挺好吗 你看这果实 这样看得挺好 你看这边都有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 这枝条都发黄干瘪了 这个是干瘪的 这个能看出来 这条是整个偏黄 这就是有问题的 随心的路都能看见了 中间这个是随心 它中间那个木质布 木质布也能看到 这就属于太薄了 火龙果是一种原产于沙漠地带的植物 火龙果的精也称为枝条 呈三棱形 其叶片已经退化 精结处长着的小刺就是它的真状液 火龙果的精同果树的枝条一样 是营养输送的主要通道 但不同的是 火龙果的光合作用也是由枝条来完成的 健康的火龙果枝条维深绿色 并且肥厚粗壮 但是目前 李明生的火龙果看起来整株都十分瘦弱 枝条干瘪发黄 会直接影响开花和作果 导致产量下降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植株死亡 稍微好一点的 这种还刚开始有了 这个还算好一点的 那像你这样一排走过来 这种情况不少啊 每一排都有 每一排都有 咱们再去前面那排看看吧 李明生总共种植了三千多颗火龙果 经过帮小妹的初步查看 有问题的火龙果将近整体的三分之一 挺热的 我该开风口了 因为我也帮你一块吧 这个嘛 这个怎么拽 帮我松一下 松一下 像你这个大棚筒工是花了多少钱 弄到现在二十多万了 这个架子都是自己买的 自己干装的 我以前就是从工地上 给人打工的时候 就专业安装水点暖的 看这是太阳能砂虫灯 下面砖虫板 然后棚里基本不用农药 但是主要是采栽 品质放的第一味 来 我再给你尝尝吧 李明生种植的是近几年广受市场欢迎的红肉火龙果 也叫红芯火龙果 这种火龙果汁水丰富 口感好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还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你尝尝 怎么样 老嘴里一口全是汁 特别甜 而且这个果肉特别爽 小朋友觉得怎么样 好吃吗 再来一块 好吃吗 好吃吗 小虾 你说好吃 李明生一家五口 由于孩子尚小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家里 2019年 他选择了种植火龙果创业 在北方 温氏大棚种植火龙果 一般在每年三四月份 采用鲜叉或嫁接的方式进行栽种 栽种第二年便可开花结果 火龙果每年可开花十到十二批次 花谢后三到四十天果实成熟 火龙果单果种在一至两斤 正常情况下栽种后 第二年亩产可达两千至三千斤 第三年进入胜果期 亩产可达五千斤 李明生的火龙果 由于涨势不好 每亩最多产一千五百斤 每斤售价六元 每亩地收入九千元 它的2.5亩地收入两万两千五百元 相较于前期二十多万元的投入 则显得微不足道 压力挺大是吧 肯定有点压力 我投入这些 就都白加了 对 后悔吗 有后悔过吗 不后悔 既然干了 就得干下去 想做好一件事情 都没那么容易 李大哥呢 是把一家人的积蓄 全部都投入进去了 其实经济方面 还是比较困难的 也希望能够尽力地帮助他 解决现在的问题 夜幕降临 万籁聚集 然而 在距离李明生家 16公里外的杏山岭村的 一个火龙果大棚里 人们却各自忙碌着 火龙果的花 属雌雄铜花 大部分品种的雌蕊高于雄蕊 在野外 可以借助昆虫或锋利进行授粉 而大棚中的火龙果 没有了这些天然优势 自花授粉做果率较低 因此需要在花 完全开放时进行人工授粉 然而 就在忙碌的人群中 有一个人 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他可不是摄影师 他拍摄照片的目的 是为了记录下 人工授粉的梅朵花 为后期的火龙果品种实验 做档案 乡土专家刘靖骏 山东省临仪市 沸县探移镇 杏山岭村人 从事火龙果种植十年 带领村民种植火龙果 约两百亩 2010年 刘靖骏在北京一个景点 发现了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 并发现火龙果的病虫害少 以管理 最主要的是卖价高 经过几年的发展 火龙果终于在杏山岭村开花结果 在他的带领下 全村六十多户 都靠种植火龙果 走上了富裕之路 这次我们就请来了刘靖骏 帮助李明生解决遇到的问题 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种情况 你这边有 大约有多少 大约得百分之三十 从刚才这种情况看 百分之八就是的原因 主要就是根系的问题 找地方挖一颗看看吧 火龙果是一种浅根系植物 植株无主根 经上七生根较发达 侧根则大量分布在浅表土层周围 四十厘米的范围内 深度在五到十厘米左右 侧根上布满毛细根 用来吸收营养和水分 供给植株生长 而李明生出问题的火龙果 大部分茅细根已经腐烂 所以植株才会出现 干瘪和发黄的现象 我们再挖一颗正常的 看一看 让李大哥看看 这个你看 你看 你看以后这个 正常的这个火龙果根系 这个茅细根非常发达 非常丰盛 茅绒绒的准 经过一番排查后 刘敬俊最终判定 李明生的火龙果 精感尾年 主要是由于烂根造成的 那李明生的火龙果 为什么会烂根呢 在我们北方 打碰种子 环境下 烂根 主要是由于水分滑大 还有一个就是 由于花费使用不到 可以以后造成烂根 我们把这个鱼抓起来 能够断成团 然后呢 这个罗底 能够翻开 它这个湿度呢 就非常适合 火龙果的以后 这个正常胜壮 你说像他这个事 没问题的 对 经过排查 刘敬俊发现 引起火龙果烂根的原因 不是浇水过量 那么会不会是 施肥造成的呢 很多以后这个种植货 它为了以后 这个追求这个产量 过量的 使用一些肥料 倒成了以后伤给 这个慢慢的以后 这个自主 它也就以后 这个也会很失望 李大哥 你这是用什么做的 他这是用 那个蔬菜叶 果皮 和红糖 按一定比例 做出来的 像他这样做 是合适的吗 刘老师 可以 他自己制作这个小素 里边含有大量的 这个维生素 和有这个微量元素 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 你使这个胶素 你用量用多少 你目的 大约的两桶 四天左右 小水带一点 别的不从 就是有发酵的样分 上面 打上面 它这个 失费 还是比较合理的 浇水没问题 失费也比较合理 刘敬俊 初步判定的 造成烂根的 两个原因都排除了 那这烂根 到底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呢 这让刘敬俊 一时也有点 摸不着头脑 刘老师 你这是在观察什么呢 我看上它这个大棚的 这个地势和排水墙 一番查找 大棚后墙上的一个不被留意的印记 让刘敬俊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刚才我看了一下以后 你这个水 你抢面 你看看 这个 雨水 这个 管水的痕迹 都会很吞呆 很清晰 上面以后 你这个 碰里的水 结水都到了这个位置 几乎和你这个 龙面 都一样够了 嗯 八月粉讯期时 由于李明生的一次疏忽 大棚前部封口未关 致使雨水灌入棚内 由于雨水过大 积水长时间无法排出 正是这个原因 导致了李明生 部分火龙果出现烂根 烂根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但是烂根已经形成 是否还能挽救 又该如何挽救呢 你看像这个 这种完全腐烂的 咱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 把它又煎掉它 把外边这个肉质部分 给它煎掉它 嗯 是这样斜着煎吗 嗯 对 斜着煎 然后呢 露出它里面的这个 木质布来 呃 扁育它生根 两根肩口 一般情况 现在这个季节 和温度呢 你量两到三天 之后呢 直接地把它 前插到 土里 把它卖住 嗯 一般情况以后 你过个十五天以后 再浇水就行了 大约过一个多月 嗯 以后啊 这个根系就慢慢地就生长出来了 好 那得开始下一刻 剪开它 不大骨头 把它往下松一点行吗 嗯 上边不能动了 上边它那 碗度已经 形成了 那放开以后 再往下拉 上边就断了 针对李明生 腐烂较较严重的火龙果根系 刘静骏采取 剪后重新扦插的办法 让火龙果再发新根 但这个时候 却出现了难题 有的植株 修剪后太短 接触不到地面 不能牵插入土 小李你去拿个纸杯来 拿纸杯 我去走 我们把这个纸杯 第一步给它打开 这样呢 就形成一个纸通 我们把纸杯 放到这个底面上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把 这个剪好的 这个纸条 把它一会儿 放到纸杯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 我们背好的营养托 把它放到纸杯里 把纸杯装上营养土 这样纸杯 就成了输送水分 和营养的中转站 一段时间后 纸杯也被泥土降解 不影响根系的 继续生长 肯定有些疑问 你看 那纸杯就 就那么一点 装了点土 它能装好吗 因为我这个 像这样的也不少 你就 待在小纸杯里 开始有点担心 我刚才发现了 你这一根枝条 你这个 在我们腿上放了 一个半个月 一上了吧 二十多天 快就饿了 你看以后 这种情况 它都能以后 长出这么好的根 你这个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火龙果原产于沙漠地带 枝条助水能力好 耐旱性极强 即使暴露在空气中 气生根 也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在十五至二十天内 可以保持植株活力 浴水则生根 重新进行生长 我在这里 上面枝条还有花有花 这样多 你能行吗 这个你不用担心 完全没有问题 先回去吧 为了彻底打消李明生的疑虑 刘敬俊邀请李明生 到自己的火龙果基地前去参观 性格内向的他 为何连连发问 整个是什么品种 整个是什么 又是什么样的枝条 让李明生连连称赞 很壮 很绿 它的枝条长得好 火龙果品种繁多 哪种适合您 与之详情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高手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 方小妹和李明生 如约来到了刘敬俊的火龙果基地 进行参观 看看我们的这个碰 刘老师 我看你这边结的果真多呀 嗯 你看看有这个枝条怎么样 这枝条长得这么快 很壮实 很壮 很丢 你看有几只块 你看 要是有 比不比的话 就有三只大块 对 这些四只了 嗯 它长得非常废厚 你看这锅 这个锅子里以后 这些颜色包裹以后 它长实 非常呆劲 它的枝条长得好 看它的枝条大了 你往下看 往下看 对 看着竹井上的也挺好啊 竹井 随着竹井 对往下看 再往下看 对 几番引导之后 李明生终于发现了不同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原来我放了一个枝条 嗯 也就是这个 我当初这个枝条 也是有个根烂了 刘敬峻的大棚 是由之前的旧大棚改造而来 悬址并不太好 2019年 由于雨水过大 造成棚内积水 同李明生的火龙果一样 也发生了烂根现象 那时候也很严重嘛 啊 那时候也是慢慢地 过了一段时间 水盘完了之后 就开始出现枝条干壁 这个根烂死亡的情况 当时我也很着急 和你一样想着 我的花 我的果 都像疼的啥 那刘老师 你怎么想到用纸杯的呢 正好呢 以后我这个旁边有这个纸杯 我拿过来一看 比较合适 突发奇想的刘敬峻 把纸杯打通后 装入营养土 插好植株 一段时间后 重新嵌插的植株 真的生出了新根 你偷偷看它发的根系怎么样 你看这个毛巾 这就长得非常好 现在长得很好 完全看不出来 那个以前那样的 对 你看以后这片 原来都是 这个都长一个办法以后 加起来的 在刘敬峻的火龙果大棚 除了枝条宽 果子多 李明生还发现了更多的新鲜事 这花上来的是什么地方 这是一股五色花龙 这也是一种花龙果 对对对 你看牙策超级漂亮 是 这是花屁 白肉 不同的游客 往往对口感有不同的偏好 而刘敬峻 则针对游客的喜好 种植了台湾大红 香蜜龙 洪水晶 白龙 无色黄龙等品种 你就拿我们找个瓜子来说 首先我们要看它这个嫩片 颜色越红 说明它这个秤熟度越好 第二个就看它的外皮 它这个外表越广亮 说明花龙果的秤熟度越好 第二个就是看它的瓜性 它的瓜性越圆润越饱满 说明花龙果它长得越好 接下来一块唱唱花龙果 它的衣服口感像小白的 这个是属于口味比较清甜的 对 这是香蜜龙 对 更甜 吃起来这口感更细腻 对 有点玫瑰香的 对 这个就是台湾大红 这锅肉挺硬的 挺有香的 对 很爽滑入口是吧 对 这是红绪精 这个很甜 是的 太甜多了 对 这是属于一种花龙果当中的高档锅品 你看这个红绪花龙果 它的水分更大 它的烟酸更鲜艳 它这样的 它这个滑行锁就是非常高的 你看以后这个杯的 这个杯的 它的水分也小 它这个瓜肉呢 也不如这个红绪的 以后这个黄绪果呢 以后会稀腻 它吃起来口感 要比这个红绪黄绪果要差一些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 糖分也比这个红绪黄绪果呢 这个低一点 就是营养价值上 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 主要还是可以针对自己的 这个需求来选择 是的 对 好 咱把这一个切开 停下来一下 酸味弄一下这些 可能喜欢酸甜口味的 会更亲爱于这个是吧 对 平容多样化 实际上非常适合 我们的以后这个菜质 以后还要 多想刘老师学习 多引进这个平容丰富 这个那个国家的那个取出 对对对 通过多半天的参观学习 李明生对刘敬俊 已经心服口服 并请刘老师 火龙果进行改造 第三天一大早 刘敬俊和邦小妹 来到了李明生的大棚 帮助他解决 火龙果烂根的问题 刘敬俊根据火龙果的掌势 对烂根情况严重的植株 进行了处理 在这下后的掌势 李大哥的动作一直很谨慎 慢慢的就熟练了 好 这样就两个按键口 就可以直接掌插了 刚修剪完的枝条 需要晾两到三天 待窗面结架后 再进行掌插 否则面容易受到病菌侵染 降低千叉的成活率 两天之后 刘敬俊再次来到了 李明生的大棚 帮他完成改造的 最后一个环节 让火龙果扎根土壤 或者住进纸房子 你看已经晾得很好了 它这个肩口呢 你看也这个 没有这个质疑啊什么的 这种以后 直接以后就可以掌插了 来固定住 对固定住 对 这些套在里边 好 转上营养铺 几斤 这样就会好了 我们再开始下一个 随着一株株火龙果 搬入新家 我们的帮扶也逐渐接近尾声 通过本次帮扶 李明生也明白了 只有在付出 辛勤汗水的同时 掌握好火龙果的生长习性 科学地去管理 才能让自己 获得更高的收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